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来到公民种族笔周一罗继夫时间 我是周一的种族笔罗继夫 过去两年多来的疫情 很多人可能不幸都中奖了 除了身体上受煎熬之外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的心理不是煎熬 而是觉得非常的苦闷 所以这两年来很多人去找所谓的疗愈的方式 有人可能就运动 抒发体力 当作是这种疗愈的过程 但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 借由养宠物来当作是一个疗愈的方式 其中有不少人就养猫 我就很好奇到底猫有什么魅力 可以达到这个疗愈的效果 今天我们就来跟一位 银官山是养猫的达人 而且他拍了非常多跟猫有关的照片 而且还出了跟猫相关的书籍 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来宾吴一平 一平晚安 各位听众大家好 主持人好 是 我刚刚这样介绍没有错吧 你算是一个养猫的人 拍猫的人 还有帮猫写书的人 对不对 对 但是养猫因为真的是博大精深 所以没有人敢 至少我不敢称是专家 因为猫真的学问是很大的 那对于我这个门外汉来讲 你就是专家 而且今天要跟你好好讨教一下 先来问一下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养猫的 我大概是24岁的时候 就是退伍的时候 我可以冒昧问一下 是几年前的事情吗 应该有25年前 有25年前 25年前左右 我很好奇这件事情 过去我们讲养宠物 养宠物 尤其像25年前 我想那个时候 大家比较常养的就是养狗 对不对 可是这些年来 突然间养猫变成一种流行 我可以问一下 到底为什么这几年开始 这个风向有转变 猫到底迷人之处在哪里 为什么突然间这几年 养猫的风期是大大的风行 好我想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 大家平常工作都很忙 那养狗的话 第一个是 你几乎是每天都要带出去遛狗 那光是这一点的话 猫是不用遛 猫甚至不喜欢出门 只要出门 它都会很害怕 它只要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它就会躲起来 所以你一直说因为氏族懒 对对对 这是其中一个很大 大家都工作忙 然后第二个是 居住空间越来越小 那以前养狗可能反正乡下 住一楼 养在外面里面都可以之类的 那狗也比较有地方可以跑来跑去 那大家的房子越来越小之后 我们知道 猫跟狗有一个先天性很大的差别是 狗都是在地上走的 所以它需要很大的空间 地面空间 那猫是会跳的 猫可以爬到 在家里的话 它可以爬到椅子上 沙发上 书柜上 甚至冰箱上 所以我们常说猫的在你家里 它的空间是三度空间 它活动的空间是三度空间就是 对 所以即使你家只有二十平 那因为它会往上跳 所以对它来说猫可能有六十平 可是对狗来说就只有二十平 是 所以对猫来说空间比较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就是 所以养猫比较好 养宠物的这个实际度来看的话 它需要的空间不用那么大 也比较适合现在一般人的住宅 是可以这样讲吗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噪音吧 噪音 狗会叫 对对对 那你如果真的住小房子 其实是会打扰到邻居的 像我以前也是住过比较 十几二十平的房子 那个其实楼上的狗 它那个脚踩在地面上 指甲发出的扣扣声 其实我都是听得到的 猫不会吗 猫都是亲步的 对对 猫走路基本上楼下是不太可能听得到 是是是 所以因为这个养猫 可能不用花太多的时间 带牠出去溜 牠也不喜欢 对对对 牠也不喜欢 然后空间 那再加上可能 这个发出的噪音也比较少 比较不会干扰 尤其是我们现在是公寓型的住宅 好那么多的原因 让这几年的养猫的风行 这个大为风行 不过我们把时间倒回到25年前 你为什么会开始养猫呢 就像我刚刚讲 这个养狗可能是那时候风行 你应该不会真的只因为 刚刚讲那三个原因吧 那三个原因我还真的是 当时就就有了解了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养一只宠物呢 我想很好奇的地方在这 我因为那时候就自己搬出来住 那刚好那个房子还蛮大 大概有40坪 所以就想说要养宠物 那你刚刚讲 除了我刚刚讲那几个原因之外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 猫会 我那时候就听朋友说 猫你只要给他一个猫砂盆 完全不用教 他就会自己在里面上厕所 所以对大小便处理起来是非常方便的 那我就觉得光这几点 猫就比狗来的方便很多 过去大家对猫可能有一些既定的印象 我是说像我们比较年纪大一点点 会觉得说第一个他有点神秘 然后他可能跟一些比较奇特的传说 又会有一些连结 所以过去很多人对猫是有点害怕的态度 对尤其是晚上眼睛 或是猫半夜如果叫的话 有时候那些声音其实是蛮 听起来蛮凄厉的有时候感觉 蛮奇怪 不过我觉得这几年 大家好像不太在意这边 好像这真的大家观念也改变了 对一些迷信的东西已经不太影响 什么九命怪 就家住在猫上面的形容词 很多都比较偏负面 过去对不对 现在好像大家就不是这样想 所以25年的养猫历史 来这个我刚刚也讲 你不仅是这个养猫 而且拍猫 因为你的主业是摄影 对不对 那我们就来聊聊 这个拍猫的生涯好了 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拍出来 这个猫的 你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什么 我先这样讲好了 最早我当然是因为自己家里养猫 就帮自己的猫拍照 对就帮猫拍照 然后我就想越拍越多 但是我总不能为了拍更多养更多 对那我要拍100支 难道我要养100支不可能 那我就发现那时候街上还蛮多的 那我就到路上去拍 那如果在那个最早期印象深刻 我发现 因为那个时候 反正也是做媒体的关系 就是说身上的相机镜头 都还算蛮专业的 那我就发现 我看可能有一些对摄影比较了解 你把焦点对在眼睛 跟对在猫的鼻子 拍出来的照片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说 拍动物对焦都会对在眼睛上 那以前那时候已经有自动对焦这件事了 那更早以前用手动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办法分辨得这么清楚 那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这是一个 拍猫非常好用的工具 那你过去 就是你开始拍猫的时候 就是比较水意的拍 我所谓水意就是说 没有特定想要拍 什么样的一个猫的动作 是不是有看到猫就想拍 是这样的心态去拍猫 对一开始是这样 那我发现它的变化实在太大了 就像我刚刚讲 猫如果在家是三度空间的 可以跳的话 那它在外面也是 猫不会只在地上 它会跳到车顶上屋顶上 各种可能性 所以它在以影像来说 它的画面就非常的丰富 那我也拍了一些照片 就是给一些摄影的前辈 老师给他们看 那时候基本上市面上 大概是没有猫的 以猫为主题的创作 所以你是最早期 算是台湾早期 可以说 专门拍猫的专家 对 那个时候如果可以看到猫照片 大概都是那种阅历上 比较可爱的猫照 在摄影棚里面拍 那拍街上的几乎是没有 那一些前辈 老师看过之后都觉得这个是 就是他们可能一开始都觉得 我拍得蛮特别 他们没有看过这样的照片 是 对 那我也觉得我能 因为当时候是在报社上班 就等于是说 有时候跑新闻的空档 就会有非常多自由的事件 那我就到处台北各地 看到猫 去找有猫的地方 是 后来变成拍猫 成了你的一个兴趣 而且变成是一个非常专门的 这个你的目的吧 所以你也跑遍了全世界在拍猫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经验 其实也蛮特别的 我很想问 全世界的猫 形形色色的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跟我们比较一下 好 那个最明显的例子 虽然街上的猫 大部分都是混种的 可是在不同的国家 它真的会不一样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譬如说 如果你在台湾 你要养仙罗猫 你可能很难领养得到 坦白说 为什么 因为它 就是它品种 以品种来说 它是蛮纯的 你可能真的要去宠物店找 或是必须找混种过的 可是你到泰国去 我们知道 仙罗就是泰国的古迷 是满街都看得到吗 对 真的满街都看得到 所以那个国家就 很多仙罗猫 而且即使它是混过 因为仙罗猫身上有咖啡色 这个在台湾的猫 是很难找得到的 所以它们街猫 即使是混过 也常常会有 就是那种巧克力色 咖啡色的猫 对 那在很多国家 譬如说俄罗斯 我是没有去过 但是在其他国家 真的可以看到 像俄罗斯蓝猫 这样的猫 在路上走 是 那我刚才也讲 这个一平 他还是写猫的人 因为他还出了 这个跟猫有关的书 像最近出了一本 当世界只剩下猫 其实这本书 算是再版了 对不对 对 他十年前出版过 那等于是说十年之后 因为市面上已经买不到的 那出版社就觉得 可能有更 而且这十年来 我相信也有更多的人 爱猫人 开始爱猫 对 那他们可能没有看过这本书 所以我们又重新出版了 我很好奇这本书的书名 是第一版的时候 就叫当世界只剩下猫 这书名怎么来的 我很好奇 怎么会定这样子一个标题 你是有想象过 世界上只剩猫是什么样的前进 还是说这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因为我等于是说 到后来我所有的出国旅行 全部都是为了拍猫而出国 对 你在你的序里面 我看到也是蛮惊讶的说 你只去有猫的地方拍照 对 到最后已经变那么执着的 一个拍照方式 当然你也可以说 全世界大概不会有 没有猫的地方 也是 只是我旅行的目的 就真的变成说 我知道哪里有猫 哪里可能有猫 我就会过去看 过去拍照 那我问一下 你的家人对你 出去都只关心猫 会不会有意见 当然我的旅行 可能一半一半 那一半可能跟家人朋友 一起去 那他当然会有一些 大家一起去的时候 我就可能要利用自己的时间 比如说假设 比如说我如果是真的 跟团区旅行的话 那比如说早上九点要出发 那我可能就早上六点 自己起来 去路上找 看有没有猫可以拍 那如果是自己去的话 就几乎是可以说 是从早到晚 都在看哪边有猫 那就从早拍到晚 那我们就来聊聊你 拍的各自各样 世界各地的猫 在这本书里面 其实图文并茂 各种不一样的猫的形态 猫的表情 就配合你的文字 就看起来更生动 在你拍那么多猫过程中 有没有哪一只猫的故事性 你觉得是最强的 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这只猫其实是有故事 而不是只有 是你镜头下的一只单纯的猫 第一个是因为 因为在国外的关系 很多比如说语言 什么什么不一定通 但是我觉得几个最好玩的是 我们一般来讲 就是说你因为拍猫 跟去各地名胜古迹玩不一样 有时候我真的必须要走到 人家大街小巷 那个住的地方去 那一般来说你拍 拍拿着相机 跑到人家家外面 一般人都会有警戒心 但是只要他们知道 我要拍的是猫 他们那个警戒心 不但会放下来 还会带我去找 比如说大概十年前 我到上海去的时候 你知道就是在那个年代 你拿着相机 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走 基本上他们还是会 你可能会被抓吧 还不至于 但他们可能就会盯着你看 是是是 就觉得你可能是要去做什么 不好的事情感觉 对对对 可是那一次 我就真的 他们发现我在拍猫之后 有一个先生就 就对着我说 你过来过来过来 我本来以为是 他要叫我干嘛 结果他竟然把我带到他家里面 他们家就放了一个脸盆 里面就生了五只小猫 真的啊 我觉得我就可以借此机会走到人家家里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拍照的人 我们过去像我们学新闻的人 多少要去学一点摄影 当然不是学得很精 可是老师都会告诉我们说 其实不管是你写新闻或拍照 其实主体就是被拍的人 或者你讲的动物 对不对 所以猫应该有很多的表情 对不对 来跟我们聊一下 猫有没有什么表情 代表它是什么样的情绪 或者是说 它在表达什么样的意义呢 是不是也跟我们聊一下呢 让我们更了解猫 好 猫大概你远远的看到它 很多人问我 跟拍照拍猫有关的问题 最常问的就是 很多猫 他一看到它 相机拿起来猫就跑掉 是啊 警觉性蛮高的猫 对 那第一个是我们可以用 比较长的镜头拍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刚刚讲 我真的是可以从它的 表情跟反应 就可以看得出 它会不会怕人 那不会怕人的猫 你就可以一步一步慢慢接近 其实你从它的 什么叫做不会怕人 有吗 有分怕人的猫 跟不怕人的猫 怕人猫 不怕人猫 是不是就是经过患养的 跟人类比较亲近的 就说比较有人在喂它的话 是是是 那你可以慢慢靠近 那它觉得你没有敌意的时候 它甚至会直接跑到你脚前面 甚至躺在你鞋子上 那那个其实对我们来说 可能在拍照上反而有点麻烦 因为它太靠近人了 所以它因为真的太靠近 是没有办法拍的 对 那另外一个你刚刚讲表情 就是说如果它距离你比较远 那我们可以拍 比如说它拍 拍它打哈欠 拍它伸懒腰 拍它睡觉翻身 什么一些动作 那那个东西 其实你只要经过长期的观察 你大概都可以看得出来 是 像现在我大概猫 如果要打哈欠 大概十秒五秒钟之前 我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你都有感验了吗 对 真的是可以看得出来 真的 讲你是猫达人 真的不为过 我相信家里有养猫的朋友 应该 都可以感觉 对 但只要观察久了 通常是可以看得出来 是 那有没有一只猫 就是你走遍世界各地 对 你重复拍过的 我的意思是说 拍过它不止一次的猫 还是你每次去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其实在台湾 很多地方我也会一直去 国外当然比较远的国家 我可能真的这辈子只能去一次 对 那 你刚刚讲这个问题 其实我不一定是我个人 譬如说我在日本一个东京附近 一个叫江之岛的地方 那那边猫还蛮多的 那我曾经去过 那我也拍了很多猫照片回来 那拍完回来之后 大概过了一两年吧 我也就是无聊嘛 也就东京的旅游书翻一翻 结果就翻到 当然那个旅游书是别人出的啦 是 那我就看到里面有一张猫照片 我就说这杂志 这本书为什么要倒用我拍的猫照片 所以真的有拍到同一只猫 真的是同一只猫 而且那个猫 你怎么辨别出来了 我一直知道 因为我不懂猫的人 那个猫的 不是 他因为花色就完全一样 花色一样 那我会觉得是我的照片的原因是 他的角度 连pose什么都一样 对 他所在的位置 因为他永远都待在那个地方睡觉 那你有去追根究竟 你是媒体出身人 应该看到之后会去 想办法来证明 到底是不是 表情你的作品吗 没有啊 他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差距 所以我可以确定的就是那只猫 但你一眼就认出来是 所以那只猫可能在 那个岛上的同样的地方睡觉 那可能好几年了 那只要每个人经过那边 拍到那只猫的照片 大概都会 大概都是那个样子 不会是一模一样 这是隔多久以后的事情啊 两年嘛 两年哦 对 哇 这不容易耶 就全世界人在拍 然后拍到同一张猫的照片 你有没有去跟这个拍猫的作者 两个相认一下 我觉得应该也是 可能是一个蛮有趣的交流吧 会不会 对啊 所以即使是在台湾这个情况就更多了 对就是 就是大家都会拍到同样的猫 对那你们在台湾 有没有就是真的 爱拍猫的同好 平常会有什么样的聚会 或什么样的分享吗 其实现在在脸书上 因为大家都会把自己拍的猫照片贴出来 所以譬如说 我贴了某个社区的某一只猫 上面也会有人来留言说 这只猫最近怎么了 变胖了还是变瘦了还是什么 或是有些小猫也会有 有人来讲说 这只猫他们已经把它抓到 再去看医生结诈 然后被谁领养了 对 就是交流猫的近况就是了 对之前是 比较好玩的是我拍过一些刚出生的小猫 是 那就会有人把他们带去看医生 那就安排领养 那我就说 你要不要用我拍的照片看起来 比较可以骗人 就说那个猫看起来比较可爱 比较体面 对比较体面 比较容易被人家收养 对对对 结果那只猫在台北抓到的 最后它送到花莲 是 我们过去有讲说 所谓的流浪狗的问题 流浪猫的问题严重吗 在台湾 猫的问题会比狗稍微小一点 就像我刚刚讲 就是说它比较不会 不会咬人 不会有乱叫的问题 是 所以猫跟狗比起来相对是少 那现在其实猫也很多人在 就是我刚刚讲 会把它们带去结杂 那结杂之后放回去原来的地方 那它的数量就不会一直一直增加 是是是 好 那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跟 这个一平来聊猫的故事 他出的这本书叫 当世界只剩猫 里面真的图文并茫 各式各样的猫 各种猫的表情 栩栩如生 而且非常的生动 真的跟人一样 待会我们再来跟他聊 在他拍那么多的猫的过程当中 还有哪些好玩的故事 待会告诉大家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欢迎回到公民种族笔周一罗继夫时间 我是周一的种族笔罗继夫 今天在节目中 我要跟大家聊一个 过去都没有聊过的话题 跟宠物有关 今天我们来聊猫 最近有一本书出版 叫做当世界只剩猫 大家如果有看直播的听众朋友 可以看到这本书 其实这本书10年前就出过 今年是再版 我们今天很高兴 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吴亦平 亦平他本身其实是一个专业的摄影 肯定在媒体服务过 现在这是一个自由的拍影像工作者 拍猫变成他现在主要 唯一的工作了吧 主要的工作 不能是唯一 对 那刚刚其实这个 亦平也分享很多跟猫的故事 我想问一下亦平 在你拍了那么多猫的照片 有没有算过有拍过多少 我不知道 因为后来数位化之后 就看到就拍 所以那个章数或是指数 也是 以前还要冲洗什么 还会顾虑到成本 对对对 因为放在硬碟就一大堆 是那拍了那么多 我想上万只应该是有了 应该是有 应该是有 那么多的猫照片里面 有哪一只猫 就是你拍过的照片里面 获得比较特别的回响的呢 好 大概几年前可能有一个大橘子的事件 它是一只在台大附近 那个温州街巷子里的一只流浪猫 那其实我去拍的时候 大概是在事情发生好几年了 大概有可能有五年前的事 我只是在那边等人什么 那我一定随时都带着相机 那我走到那个巷子里 就发现有一只橘色的猫 它就一直靠过来 跟人非常亲 那我都拍了五张十张吧 因为那时候还有其他的事情 我就走掉了 那过了几年之后 可能大家还有印象就是有一位台大的学生 他是澳门的乔生 他好像有可能心里有点问题吧 他就有虐猫的习惯 我想起来了 这件事情其实闹得蛮大的 一来当然因为也是最高学府的学生 做出这种事情 当然不管谁做这件事情 虐猫这件事情都应该强烈写责 那尤其他又是特别是最高学府 他好像就住在附近 然后他就经过那边的时候 就看到那只大橘子 他就看到他不知道发生什么神经 他就把那只猫掐死了 我问一下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一看新闻报道 你就一眼认出是你拍过的猫 你刚刚说大概是四五年之前拍的 对 主要第一个是 因为坦白说 我拍过的猫拍的地点 我大概全部会记得 几千只几万只 我应该百分之八九十我都会记得 那其实也是在大概新闻过了一两天之后 我就想一想 那个地点又是橘色的猫 那我就开始回去找资料 你就回去翻照片 对我就回去翻照片 结果发现真的是我拍过的那一支 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到很多新闻的报道里面 用的照片可能都是你拍的猫吧 我不敢确定是不是全部我了 我那时候就是把它放在脸书上 那会有一些人要办纪念活动 或是要做看板 或是有一些议员立委 他们希望就说 那时候是用讨公道这件事 那他们需要那个照片 我就说那你们有需要大家都拿去 你就免费提供他们用就对了 对对对 大家都可以 那时候其实有些反应还蛮夸张 大家真的是很喜欢猫 譬如说他去那个凶手去出庭的时候 是 好像有好几百个人就真的去 去抗议吗 对对对去抗议 把他们扶到围起来之类的 所以其实大家对这种事情是零容忍 对对对对 就跟酒驾一样 虐待动物绝对是我们无法容忍的事情 而且这涉及到刑法的问题 对可是这件事后续 对不起我都就没有再发流下去 后来是怎么样 他应该是有被判刑 有被判刑 但我不知道有没有 有没有缓刑或是什么 就是说他到底真的有没有去做 我就不清楚 讲到这个我想问一下 一瓶就是 你从这个新闻看到 你自己是一个爱猫的人 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 就是说 虐待动物这件事情 当然也不是只有虐猫 我们看到很多新闻里面 虐狗的也有 虐待什么 什么 乌龟的 绿西龟的 百物育动物都有 对不对 你自己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你自己觉得呢 是台湾这样子的一个 保护动物的观念是 不够呢 还是 什么样的情况啊 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我想那个 法律上是越来 也是有进步啦 就是说你现在做这些事情 一定是会 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是 对 那 我觉得很多东西可能是 我也不知道 就是说现在人的心态问题吧 就是说他可能 比如说他可能没有办法 对 对其他的人 做这件事 比如说他可能能力什么什么 那他们可能就挑 没有办法还手 或是相对弱势的小动物 是 来这样 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大橘子 其实他对人是非常好的 他不像一般的流浪猫会怕人 我去拍的时候 我就感觉你只要蹲下来 他就靠到你脚边 这样子哦 对 那我相信那位学生 他一定是 其他猫他可能碰不到 其他猫看到人就跑掉 所以他就找那个 最亲人的猫下手 所以就是为什么 大家的反应是最 最不能忍受的原因 你意思说可能这个猫 看到他是想要表现友善的 是主动靠过去的 可是他却直接对他下毒手 就像我们 一样嘛 我们讲那些对小朋友做坏事的人 我们是最不能忍受的 当然 你对大人 人家你会怕 大人也会知道有反应 可是小朋友可能 不知道干嘛 以为你是要给他糖果吃什么什么 你就对他做了这些事 所以我觉得那些对 对动物下毒手的人 大概也是这样 我们要强力谴责 当然应该也要受到该有的惩罚就是了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印象深刻 你拍的照片演起一些很特别的回响的 有没有 有一些 我觉得最特别是 大家去观察 那个猫 打哈欠 我们刚刚有提到打哈欠 那大家可能觉得打哈欠就是嘴巴张开 嘴巴合起来 可是我还拍过蛮多 打哈欠合起来的那一瞬间的表情是 非常特别 比如说可能像在笑 真的啊 对 或是说像在狮子在很凶的那个样子 对 我想家里养猫的人 你如果手机拿起来 多拍几张打哈欠 所以猫的表情真的是千变万万化的 对不对 对对对 我觉得 就是说可能我拍猫比拍狗来得多 可能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猫的表情真的是 当然可能很爱狗的人可能会 每个人都有爱的理由啦 对对对 但我觉得猫的表情真的是 所有动物里面变化最多的 真的是这样子 我相信是 因为很多人会来形容 比如说 我刚刚讲了 神秘的女子 或者说风情万种的女子 都会用猫来形容 我想就是你刚刚讲的道理在 它可能可以捕捉到的表情 是非常多元的风情万种的嘛 对不对 对那我刚刚讲姿态也是嘛 譬如说我在街上最常看到 这猫可以从这一台车的车顶 跳到巷子的对面 那一台车的车顶 是 那我们对摄影来说 它就是很好的画面 你可以拍一只猫飞在空中 是 对 那可能很多动物你 大概譬如说你拍鱼啊拍鸟啊拍狗狗 可能就很少会拍到这样的画面 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 很多人常常问我 说 你拍猫拍二十几年 难道都不会有拍腻的时候 拍腻的 对 可是我别于说真的是 真的是不会 它的变化真的是 你只要喜爱的东西 你这个拍个上千遍上万遍 都不会腻啦 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要 爱猫的人才 讲得出这种 不会腻的话 我们真的不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 不过你走过国外 还有拍台湾这些猫 你自己感觉到 国外对猫的态度 跟台湾对猫的态度 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会有哪些地方 对猫的这个态度 是有更特别的呢 好 就像刚刚讲 我们说 台湾的猫 大概还是有一半会怕人 对 但我到很多国家 比如说日本啊 泰国这些国家 它们的猫几乎是 反而是倒过来 就是它大部分是不怕人 那我一直也有在想这个原因 对 为什么 那我觉得 我觉得最好一个例子就是 我们小时候 在看到国外的鸽子 有没有 在广场上 吃那个饲料 或者人家喂一些面包 对 那些鸽子都不怕人 那我们那时候都会开玩笑说 在台湾怎么可能 在台湾如果鸽子这么不怕人 早就被抓去烤来吃了 就进了肚子 对不对 可是一直到 可是猫不会有人吃吧 可是一直到最近 你会发现台湾的鸽子 早就不怕人了 是 现在很多公园 其实都有鸽子 那边讲公园 我自己家里面 现在都好多鸽子会飞过来 我其实都没有理它 就让它在这边 对 我觉得这十几年来 几十年来 已经有这个改变 那我相信猫也会 就他们的基因里面 已经慢慢的 就像国外一样 猫 它从小生出来 它就知道 人是不会害他们的 所以他们也很会接激人 那我相信在台湾大概 我想再过十几二十年吧 大概街上的猫 也不会怕人 大概像国外一样 那么那么 不怕会跟人靠近 未来我们可以看到 像国外 有些地方 随时都可以看到 猫跟人一样 在街上悠闲的 在这个行走的画面 就是了 对 我在东京很多公园 那个爱猫人 他可能家里没有办法养猫 他就跑到 有猫的公园去 他就坐在椅子上 那个猫就直接跳到 他大腿上就睡着了 真的啊 对这个在台湾 陌生人吗 对陌生人 这个在台湾还 可能还没有这么夸张 就环境可能还没有形成 对对对 好 我们也期待有一天 我们人跟这些宠物 能够和平的共存 而且就让他们 跟人的生活是一样 同步的 对 那回来讲这些 当世界只剩猫这本书 刚刚也讲到这本书 其实十年前出版过 今年再重新出版 内容的部分有特别的 经过编排 或有增加什么样的内容吗 有就是这十几年来 我又多去了大概五六个城市吧 那也多写了一些内容 跟照片放进来 那比较可惜的是 因为这两年疫情的关系 真的是本来有计划 还要去很多国家的 那真的就 你本来计划还要去哪些国家 有哪些地方你还没有去过 你特别想去拍的 摩洛哥是其中一个 北非吗 对 然后希腊也没有去 那也蛮有名的 那会摩洛哥去想到摩洛哥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它是非洲 它是北非 你没有在非洲拍过吗 没有 完全没有 当然 中间 中间内陆那些国家 可能不太会有 我的猜测 是是是 但是北非那些回教国家 应该是蛮多 所以你有研究过吗 在摩洛哥的猫 有特别 很多很多 很多是不是 对 那 回教国家真的是蛮多的 就我所知 因为跟他们的教义有关吧 怎么说 呃 就说 他们可能觉得 譬如说他们不吃猪肉 对 他们觉得猪是比较不干净的动物 是 那 猫跟狗好像也是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他们就是比较喜欢猫 是 所以他们养猫比养狗多非常多 他们好像是不太能直接去碰到狗的吧 嗯 对 所以我们 我在台湾的路上真的看过一些外用 就是 那个 东南亚的 对 他们一年级的 他们会 因为他们性回教 是 那他们要帮家里遛狗的时候 他们会戴着手套 哦 这就是各地风俗民情的不一样 对 所以在回教国家 猫是比狗欢迎很多的 所以在 比如说我到文来 嗯 马来西亚 猫也不少 哦 那北非摩洛哥 猫也是很多 那主要是因为他们的 风景也跟其他回教国家很不一样 嗯 是是是 所以摩洛哥是你 未来的目标还没有拍过的地方 还没有去的 你有没有算过这样陆陆续续 你拍过几个国家的猫啊 嗯 我比较喜欢用城市去算 城市啊 二三十个城市 二三十个城市 对 比如说日本我可能就不同 东京啊 冲绳啊 那个东北那些城市 他们其实虽然都是在日本 可是他们拍出来的东西 都是不一样的 哦 哎 所以就算同一个国度 不同的地方的猫 会有不一样的表情风情 对啊 比如说一样香港的话 你在城市里 在街上的猫 哦 那香港我最喜欢去一个岛 叫南亚岛 香港的本岛应该很难拍到猫吧 他们路上的人就够急了 对 可是他们很多店都会养猫 哦 真的吗 店铺猫是很有名 哦 是 比如说餐厅啊 中药铺啊 什么都会养猫 他们养猫目的 哎 是什么呢 很好奇耶 没有 就是喜欢猫啊 我在想会不会是 认为猫是招财的动物 招财猫 否则好像日本的概念吧 也是有啦 但我觉得很多店 可能爱猫的人 真的会因为某一家餐厅 它不是猫餐厅 我就说 那家咖啡厅有一两只猫 嗯 大家都会特地去 所以真的是招财 哎 真的啊 我去过香港 我那么多次 还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一点 好 下次去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去 就是啊 对啊 对啊 对 哎 我去住一下哦 好好玩哦 这个店家养猫 好 那呃 我想问这个 宜萍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嗯 呃 你 除了这本书之外 我知道你之前 其实也出过不少本 跟猫有关的书 我看你的序里面写的 哎 一方面觉得很有趣 一方面也觉得 好像这个也是一个 呃 不同时代的不同的变化 以前 你说 那个 要找出版社出猫的书 哎 就莫名其妙就会被拒绝 嗯 对 大概十几二十年前吧 那时候猫书的销量 还没有这么好的书 你第一本猫书 大概是什么时候出 你养猫是二十五年前嘛 养猫多久之后才出 大概 两三年之后 就累积了一些作品 也是图文并茂的 这个图文书吗 对 对 那那个时候 当然 那个时候 坦白说 就是说 以出版市场来说 还是比现在好很多啦 嗯 你只要一些有特色的书 出版社是会愿意接受的 对 那只是说 它的销量可能就没有那么的 嗯 那么的 来得突出 就是说它会有一个 是 基本的 但是对某些出版社来说 你的书如果 没有达到一定的市场 是会被拒绝的 嗯 那 特别的是一直到这几年 猫这件事好像 突然 我们讲风起云涌 就微微一个热情 真的耶 我最喜欢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哪一个例子 你看 最早以前的总统 那个李登辉 嗯 是 是 是 马亦九 马亦九 通通是养狗的 是 那你到最近 那个 蔡英文总统 养猫了 现在那个高雄市长 嗯 陈其迈 养猫 哦 而且他们在 那个竞选的时候 都会 有意无意的 让大家知道 他们是养猫的 你说 其实台湾的养猫风气 跟名人效应也有关系 你讲的 其实我们不要讲政治人物 很多的 像是艺人 对对对 哦 好像也 常常秀他们的爱猫出来 对不对 嗯 有一个 那个最有名的一句话 你在脸书的照片 贴出来 三个赞 五个赞 嗯 那要怎么改善呢 你就贴猫的照片 真的吗 好 有猫就有赞 就是真的是这样 下次给你接几张照片 放我的脸书粉丝团 看能不能冲一下 粉丝团的粉丝团 这个东西是要 自己在家养一只 是啦 然后拍的贴出来 也是 效果才会比较大 没错 没错 的确我们这个 朋友里面 只要养猫的朋友 一有机会 这个 坐在一起 这个猫精讲不完 像一瓶 你除了出书 拍照之外 应该也会有些单位 请你去演讲 跟猫相关的议题 对不对 对 那我想请问一下 去听你演讲的人 一定会问你 跟猫有关 形形色色的问题 对不对 最常问的问题是什么 或者说 他们比较好奇的问题 是什么呢 最常的当然就是 我刚刚讲第一个 就是说因为 拍猫对某些人来说 真的是一个障碍 障碍 你所谓障碍是什么 就是 他真的不好拍 你所谓障碍是说 他不好拍 不是怕拍猫 就是说 就是说 他会有一个坎 门坎 就是说 比如说 可能你拿手机拿起来 拍小孩拍什么 还没有那么难 但猫真的是有 当然我觉得这个 跟时代也有关 为什么 比如说十年前 大家很 觉得很自然的 就是拍这种东西 一定是用相机拍 是 而且一定要用 比较专业的相机拍 所以他们就会问你一些 我应该要买什么相机 来拍照 或是我家小朋友 也想要拍照 我应该买什么给他 可是到了这几年 大家对摄影的观念 已经完全改观了 大家觉得拍照 就是把手机拿起来拍 这个也是我要问你的问题 对 我如果只想要用手机拍照 怎么拍出真的 好看的猫的照片 教我们一点小诀窍吧 我觉得 手机 有好有坏 第一个就是 你如果真的要走 比较专业的那边 手机还是有它的限制 可是 很多人拍家里的猫 用手机拍 我常常都会 反过来是我问他 你到底用什么手机拍的 为什么可以拍的这么好 你是说看到 有让你非常惊艳的照片 是不是 对 那所以是相机好 还是真的技巧好 还是角度好呢 没有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这个不是做广告 我得到 就是说 真的得到我 吸引到我目光的 我去问的 还真的 十个有九个 都是那个iPhone 13 我不知道为什么 好 再强调 我们不是做广告 所以 我真的觉得 某品牌真的有拍照 因为 很强的效果 在那一个出来之前 是 就是说 有一些 比如说 滑什么的 就是说大陆一些 真的是主打摄影 没错 就是说号称 给摄影师用的手机 可是我发现在 那个13出来之后 好像那件事都没有人在意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是专业的摄影人士 做出的点评 其实没有 我真的 我都用5000块的手机 因为我从来不用手机 所以我就要问 其实会不会 真的跟手机无关 是拍照的技巧 或是角度有关 就是我要讲第二个是 因为现代人 就是说 我们以前在家 即使要拍家里的猫 对不对 我们看到家里的猫要干嘛 我还要 真的还要再去拿相机 是 像相机可能放在房间里 我懂你的意思 可能放在包包里 我还要拿起来 现在手机拿到拍 随时拍 而且现在人 不只是手机放在家里 根本就是永远拿在手上 你在说我吗 对 吃饭的时候 一手拿筷子 一手拿手机 对不对 煮饭的时候 一手拿铲子 一手拿手机 对 所以 今天你家的猫 不管发生什么事 大家手机拿起来 就可以马上 也就是捕捉的时间更多 对 那个机动性 已经超过 你去另外拿一台相机 所以你反而可以 拍到更好的照片 了解 所以这可能真的跟机器没有关系 跟你 常拍 拍的频率变多了 有关系就是了 这其实真的蛮好玩的 我知道像你的作品 也得过很多的大奖 那这些大奖都跟猫有关系的吗 大概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因为某些坦白说 就是说以某些纯粹的摄影来说 猫还是一个比较大众的主题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举你 得过奖的跟猫有关的照片 是什么样的一个照片得奖 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得奖呢 我也很好奇 对 那是说你获得很专业的肯定 一定是抓出了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 猫的风情或者是 什么样的角度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的得奖作品 这个比赛是在 大概还是在 也差不多快十年了 就是在传统底片跟数位在交 在一半一半的那个时候 在交替的那个时候对不对 对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叫传统摄影匠 他就是不希望 就是说可能希望大家比较重视 非数位那一块的摄影 那因为我等于是说是从 拍底片出生的 那我一直即使是到现在了 我还是还用蛮多黑白底片在拍的 那我一开始拍猫的时候 其实是用黑白底片在拍 那我就去参加了那个传统摄影奖 那得到了首奖 等于是说那个东西 你不但要用底片拍 你还要把你的底片用 进暗房 洗成照片 自己冲吗 自己冲洗 自己冲 而且要洗十几张出来 当然他的那个门槛就比较高 那你得奖那个猫是拍的 是你家里的猫呢 还是 没有就已经是街上的 就已经是街上 是哪一只猫那么幸运 没有没有 那个比较 我们讲比较专业的摄影比赛 他会 你要提供的是一组照片 十五张之类的 是 就是说你不可以是你拍到一个很奇特的东西 就去参加比赛 对 你必须是 那个东西等于是说你要尝试监竞影 所以一个题目你可能拍了一年两年 那是有设计的 对不对 对 有设计 不是随性拍的 你就整理出一组照片十五张 然后拿去比赛这样子 所以它是一组照片 并不是一只猫两只猫 了解 好 这个我不是一个养猫的人 对猫也外行 还有一个 可能最基本的问题是为了 像我这样的人来问 那养猫到底要注意什么呢 所以你刚刚讲的养猫好像很好养 可是特别要注意什么呢 我们讲比较现实面 比如说可能大家觉得养猫很浪漫 猫很漂亮 第一个猫 坦白说它还是有它的破坏力 跟狗相比 破坏力比较强吗 跟那些大狗 当然我看过那个狗整个把沙发拆掉 那也是有啦 但是猫还是会抓沙发 是 它会抓成流疏这样一条一条 有没有办法训练 它不抓 训练的方法就是你买一个抓不坏的沙发 或者是家里不要 训练人 训练室 或者家里不要有沙发 或是用塑胶的单一 对 OK 那可能很多人说我家就是要很漂亮 怎么可以没有沙发 那我告诉各位这是我个人的经验态 其实很多塑胶或是木头的椅子 也是可以很高级的 也是可以很有设计感 对 所以这个方面就没有问题 所以坦白讲 就直白一点 你要养猫的话 你在家具上面选择要有一些妥协 可以这样讲吧 对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养猫不是你把你的家里的一块空间 借给它分享给它 而是它跟你共用一块空间 你们你跟你的猫去一起share你家的客厅 你家的房间 所以你家里本来就应该有一半的东西 是要配合那只猫 所以你 它要尊重你 你也要尊重它 对不对 彼此的生活空间 生活习惯都要互相配合 可以这样说 对所以它要把沙发抓坏 你就不要用会被它抓坏的东西 或是你另外准备东西给它抓 所以我觉得这个等于是说 等于是说你把一半的东西 给你的宠物来使用的这个概念 你就不会觉得 它为什么把我的东西弄坏 好这是非常实际的建议 最后一点时间请这个一平来讲一下 你觉得读者要去看你这本 当世界只剩下猫 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 用什么角度去欣赏这本书呢 好 那我觉得我相信爱猫的人 还有一个最大的特别就是 他们通常除了自己的家的猫以外 他们也会同时喜欢别人家的猫跟外面的猫 甚至全世界的猫 爱猫及猫 对真的是这样子 那我想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像我这样到全世界各地 为了猫去看 那我想他们一定也会很想看到 世界各地猫的照片跟了解那些故事 这就是我去到那么多国家拍了照片 然后写下来出成书的原因 就是希望跟爱猫的人可以分享这些东西 那之前就是说也是会有一些读者 会有一些反应 就是说他们真的没有想到 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猫是长这个样子 那他们是生活的那个样子 或是全世界各地 其他爱猫的人是这样对待他们的猫 那我想这个就是等于是说 有点像是帮读者走到全世界的概念 好我想爱猫的人去看这本 当世界只剩一样猫 一定会非常的有共鸣 那像我在门外汉 就算不懂猫 看了这本书也非常的疗愈 尤其在现在这个时候 今天也非常谢谢 一平来接受我们访问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也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个礼拜一见 拜拜 拜拜